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这位姑娘 据说是长春地铁一号线的线花 她就想找一个能刺的她的 好 来 掌声有请 姑娘出场 大家好 我叫温馨 今年21岁来自吉林长春 我的爱情宣言是 金珠者 赤金莫者 海金我者 铁 好 好 我想笑 我现在老激动了 为什么呢 就是 对 别憋着 你想笑就笑 不是 就是我每次都在电视镇上看你们 然后现在要见到真人了 尤其是李嘉童 我可喜欢他了 好 好 好 哎呀 我老烦他了 我老烦他了 你喜欢他什么呢 对对对 精神小货 不是那种特别正经八百的精神小货 我觉得他是来搞笑的 对 所以喜欢他 那今天看到他像小迷们一样 看着他什么感觉呀 哎呀 这个小眼的太迷人了 哎呦 这是全程热恋的粉丝 今天来看所有的明星是明星见面会 他同时是见面会的 见面会的同时他还要找他自己喜欢的啊 来看一下温馨第一个短片 我叫温馨生一千禧年 没错 我是个零零后 但是我可老着急找对象了 我爸妈在二十岁的时候就生了我 我爸今年四十 我妈三十九岁 所以我坚决不能拖我家的后腿 我呢外号叫小肥猫 因为我有点婴儿肥 他们都说我是可爱类型的小姑娘 但我更喜欢别人说我高冷 我这个人呢不太会拒绝别人 别人让我干啥我都干 就怕他们伤心 如果现场头老板要给我画两块钱的口红 我也会笑着说可以 我好喜欢 如果出发了对象 头老板给我买两块钱的口红 打电话的时候 我会说我好喜欢好喜欢 等到挂了电话 我就会自己哭 我现在是地铁一号线的移民安检员 也算是一个小班长吧 手下有六七个队员 工作地点在胜利公园站 出对象呢 我会因为以下几件小事而生气 第一 过马路不牵我的手 第二 吃了好吃的东西 第一口不给我 第三 我特别喜欢翻手机 所以你的手机必须要给我看 好 13号陈凯觉得咋样 不是 我感觉叔叔太小了 你这个这么着急找对象们才20 我刚才看你父亲才40 你母亲才39 我不小了 我身边这都有对象了 那你这是遗团呢 你说我今年多大呀 我凭你爸才大五岁 我凭你爸才大五岁 我凭你爸才小五岁 他还便宜 你个大岁 孩子站起来 真彩一块 到底到底你的爸爸大还是小 我凭你爸才小五岁 我凭你妈才小四岁 陈凯你说这个是啥意思 你觉得辈分不对了还是怎么着 这不行我都能当老熟了王哥 你说我 这要是把陈凯领回家 他妈妈都得接受不了的 那不行我进入过 昨天我就叫老温大哥了 五号金板 你好 我看短片说你那小孩说你特别爱哭 就是然后还不好意思拒绝别人 那就是我想跟你下台互动一下 行 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啊 你要是真是哭了你能哄回来吗 我指定能哄好了 你可小心 你看过他之前弹脑瓜崩吗 我看过看过 你觉得咋样 啊 挺有意思的 你下来吧 哈哈哈哈 哦 来来我 邀请五号金板 哈哈哈哈 自打金板弹过脑 脑瓜崩之后啊 就是找谈恋爱又多了一项新技能 从来没在全人练舞台上就弹脑瓜崩弹那么欢乐的 你觉得挺好玩的呀 那挺有意思的 你没当时没看着他给人的姑娘弹脑瓜崩都给人看萌了 没看着吗 看着了看着了 那你还愿意让他下来呀 我觉得挺逗的 挺逗那行 那你逗吧 来吧 还要套脑我容易挤眼 轻点祸祸 这啥词 SKAS 一开始 结了 我真就接了 里面的脸都不是形了 我都没法瞅了 你这脸性就扎大一圈 挺都是的 挺好玩的 再来两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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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说好玩 我就弹两个脑瓜 搬上试试 你刚才说了 你可爱哭了 就是人家要做啥 你都不好意思拒绝 他给你捏成那样 你现在心里难不难受 不难受 你打不打算 找哪个地方趴着哭一会儿 好玩吗 挺好玩的 就是我 我就是出了一项的话 我也爱哭了 你给我整一梦 我觉得 现在年轻人俩人触对象 就这么表达爱意吗 是 然后还有这样 没使劲 不行 你这跟我 你是舍不得踢我吗 嗯 好 好 好 哎呀 我觉得 好像像金宝所喜欢的这种姑娘 就俩都玩一起去 我瞬间就觉得我特别多余 多余 你俩玩得可开心了 你俩在玩八小时啊 对 不是 燕子姐我应该下次 我在想一个游戏 我带着你一起玩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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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发现了 金宝找的对象 就得是琢磨着玩 好 谢谢谢谢啊 互动的不错啊 哎呀 谢谢啊 对